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无垠的缝隙 你把梦想写在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祈福 皇上驾到 平身吧 来 快来 俊儿 快点向父皇祝贺大劫 孩儿祝贺父皇大劫 行了行了 瞧你那一脸的勉强样 你哪知道此战对后世的意义 陛下指挥军事期间 刘俊每天也看你低头呢 但是父皇 上书上说 天命无常与暴力不足事 有德则德国 无德避丧邦 暴力不足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治国为当以德 不云以兵为天下 我们的太子不喜欢打仗 那好吧 就让你老子我都替你打完了吧 将来你去做个守城之军 太平之军 去吧去吧去吧 赌你的暴力不足事件 死不累负 那你有什么办法 陛下 他还不理解陛下的雄才大略 你不要替他遮眼 朕十岁不到就要立志击败匈奴 比他还小呢 朕就不明白 朕生的这个儿子 怎么这么一副窝囊得行 一点儿不像朕 九年你们卫家的骁勇山战 也没得一点儿传承 看您说的 刘局毕竟还年小 陛下 一代人就透支了几代人的基辅 您说上哪儿去找 和陛下您一模一样的儿子呢 行了行了 睡觉 朕已经三天没合眼了 朕还是希望 一代能比一代强 一代能比一代强 词心的吗 你站着干吗 还不快吃 我都饿坏了 一个大司马大将军 一个大司马票计将军 你看得出这里的区别吗 都是大司马有什么不一样 你傻呀 现在又多了一个票计将军加大司马 不是很明显 把兵权分给了获去病吗 分就分呗 去病又不是外人 你这次凯旋回来 不但没有封赏你 连你的部下也没封赏一个 可是票计将军那边 封上上下下数百人 像岔这么悬殊 以后谁还愿意跟你出生入死啊 随便他们吧 我也老了 再说 我怎么能跟我的外甥一争高低啊 吃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我这紧着跟你商量要紧的事呢 可你倒好一进门就吃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无动于衷 你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你 你简直就是个饭桶 饭桶不饭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吃饱饭 既然公主不让我吃 那好 我到街上吃去 你给我回来 你回来 你给我让开 让开 你 卫青 站住 我有话要问你 走开 别动 快快 快 走开 放开他 走开 我问你 是不是你逼死我父亲的 走 我和你拼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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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伤子 卫青 这 没事 放了他 送关内侯回去 进 这件事跟谁也别提 你们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拿药去 怎么样没事吧 他 他是谁呀 他干嘛跑到我们大将军府来撒野啊 啊 你也是傻了呀你 小点啥 他是李广的儿子 我不管他是谁 就算他是李广的儿子 就算他是票继将军的部下 他也不能这样 这样无法无天啊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大将军大司嘛 欺负到我平阳公主头上了 不行 这事不能算完 我找皇上说去 你给我回来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委屈死了 不 别哭了 因为他是李广的儿子 他就是杀了我 我也无怨无悔 这是军人之间的事 你根本不懂 去病参见姨母舅母 去病来了 舅母 过来 姨母 我怎么得罪舅母了 她怎么见我气呼呼的呢 你是谁啊 我是霍光 去病啊 你还不知道啊 李广的儿子李感 到你舅舅家里闹事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李广 李感心中不疲了 就跑到你舅舅家 把他给刺伤了 你说 这像不像话 霍光 走 去病啊 去病 你可不能回来 你什么时候陪我来玩啊 好 去病 跟我走 去病 可别出什么事啊 可别胡来啊 疯了 疯了 上 ám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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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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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